今儿拿两件东西啊 拿两件东西呢 就有一比较 你看这俩东西没什么关系 但实际上这两个东西之间 有极强的血脉关系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我最后告诉你们 这是两件非常有意思的文物 我们今天说 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是 今年的4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通知 决定建立河北雄安新区 这是自深圳 上海浦东 这两个新区之后 中央的最重大的一个决策 那么雄安新区呢 它包括什么呢 包括雄县 安新和荣城 这三个县级城市 它的位置呢 在北京的南边 大概有100公里的距离 它的 如果它离宝定啊 跟宝定比较起来 它在宝定的东北方向 西南方向呢 隔着白杨殿呢 就跟安新县相连 白杨殿啊 对我们这代人都非常熟啊 就是因为小时候 有一电影特别有名 后来重拍过 叫小兵张嘎 这嘎子就天天往那白杨殿的 炉尾档里去钻 跟鬼子周旋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位置 今天啊 中央决定建立雄安新区 那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啊 这个雄安新区呢 一定会建设的很好 拉动中国的经济 那么雄安新区啊 这个名就起得好 雄县 因为雄啊 在中国人心目中是雄伟 雄大 这含义 安呢 是一好字 安新 雄安两个字 衔接起来 就叫雄安新区 那如果你看啊 旁边那地儿 还有个地儿叫白沟 你看它这个字 就联系不起来 比如叫熊白熊钩 你听着的都不提气 一定得叫雄安新区 你知道古代啊 很多古代的地名 那命名的人啊 给它起名字的人 都是有极大学问的人 这些人起出来的这个名字 一定是有学问的 不像后来有些地方的名啊 在听的都是 一听就没文化 就完全是老乡 随口叫出来的地名 这个熊县啊 在春秋时期呢 属于英国的地域 英国就是跟北京有关嘛 所以当时熊县呢 就跟北京 它就有了地缘关系 它有一种地缘血脉关系 为什么今天把雄安新区提出来 它跟北京有血缘啊 那么之后的时间啊 这2000年的时间里呢 这熊县就被来回来去的改名啊 那历史上的熊县呢 跟何建 跟这个竹俊 异县都有一些远亲关系 我们就不一一梳理了 但它和这些 这个相联系的这些地域呢 时间长短不一 关系呢都不是那么近 熊县啊 它跟北京啊 这个关系比较近的时期 就是五代啊 五代呢 它属卓州 那跟北京就基本上相关了 那么它这个名字 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是在后州时期啊 五代十国 后州时期 这个柴世宗啊 柴世宗呢 亲征伐辽 收复瓦桥关的时候呢 就治了这个熊州 我们过去的这个名字啊 我们过去的名字呢 都以周郡啊 为主这个州 我们今天大家知道比较多的啊 你比如福建的福州啊 江苏的苏州啊 这个 这个包括江苏的扬州啊 州这个名字呢 都比较古老啊 熊县原来就叫熊州啊 这是五代十国时期 那么柴世宗呢 这个 即位以后呢 一方面啊 他把这个改革啊 这个引向深入 在政治啊 经济啊 军事登方面呢 进行了一系列的新政 进一步打击了 这个汉夫武将的势力 他增强国力嘛 你们都知道啊 五代十国时期啊 武将呢 占上风 因为这个天下都是打下来的 我们只要一看到 中国四分五裂的时候 一定是穷于雄 这个四起 争雄的时刻 所以他为了加强 中央政权的一个统治呢 为后洲的政权呢 这个创造一些条件 这个条件呢 就是要抗击辽军 使战争呢 这个能够取得胜利 那么 柴世宗啊 在另一方面呢 他要加大力度 制定了收复北方师弟 因为这个北方师弟 被辽军攻占的越来越多嘛 所以在显德六年 这是公元九九年 春天 柴世宗啊 为了收复幽云十六州 解除辽对中原地区的威胁 开始了大规模的北拔 那么 当时收复了辽军占据的 二十多年的三州三关 最后就是这个瓦桥关 治了熊坝二州 现在的坝州就叫坝县 从此熊州呢 就成了宋朝北方的边境城市 这个很重要啊 你们要记住 边境城市 那么成为了他连通宋辽两国的交通要道 我们过去啊 宋大宋和大辽 这个界限就在这个位置上 那么 你成为边界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你要捍卫中原的一个 一个战场 这个地方 边境老要打仗呢 过去打仗比今天随便啊 今天打仗 两国要宣战 且让啊 且不动手呢 过去说动手就动手 所以边境地区啊 过去老说有边换边换 就这个意思 那么熊州这个地方呢 他就肩负了一个 所谓国家边关的一个重任啊 这个持续了多少时间呢 持续了近200年 如果啊 当时辽我们假设 这假设一般历史不能假设 咱先假设一试试啊 这里辽跟宋 如果死磕呢 也许啊 就就未必能够怎么样 也许辽能大胜一块 也可能宋就跟他磕赢了 这事说不清楚 俩人摔跤啊 当势均立敌的时候 说不定谁输谁赢啊 你拿上奥运会的一冠军 和亚军之间 其实都是一个天时地利 人和的事 辽呢 他由于是一个渔猎民族啊 他是游牧民族的一支 他进入农耕民族的领地啊 你看一到河北这地方 已经基本上都进入了 这个农耕民族的这个领地的时候呢 他有点整体不适应 过去不管是辽还是金还是圆 他难争的时候 他都有这个问题 不适应 这种不适应呢 就是跟我们 我年轻的时候啊 现在好像社会不那么觉得 因为现在的社会呢 整体的差异性不太大 过去我年轻的时候在出版社 出版社有时候有些 出版社的人来点家属 比如他的爹妈给接来啊 或者亲戚来到城市啊 都住不下来 住不住 住上一礼拜半个月就急着要回家 不管家里有多穷 多受罪 他都愿意回家 为什么呢 他不适应这城市 那过去像辽金 原这样的游牧民族啊 尤其辽金这种依水草而居的民族呢 一进入民这城市都汗得要死啊 日子过得不舒心 所以呢 这个北方的游牧民族向南死磕的时候啊 都有这个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宋初的时候 与辽国长年征战 两国呢 长期的对立啊 因为 双方的属性不同啊 一个是游猎民族 一个是农耕民族 他从根上两方就很难融合 所以就长期的形成这种 这个 对立的这个局面 这个局面啊 一直持续 持续对双方都不好 到了辽景宗啊 辽景宗死了以后呢 圣宗继位 他是少主啊 十二岁 毕竟是小孩啊 所以他母亲啊 萧太后就执政 你知道这个常年的打仗啊 这个国家都是武将得势 武将得势的危险是什么呢 就是他随时可能谋反 尤其这孤儿寡母啊 这个对辽史一看就不利 不利怎么办呢 就要想办法停止战争 让武将的地位下降 那么停止战争 用什么方法才能停止战争呢 就必须先发动战争 那么 萧太后呢 就带着这个啊 这孤儿寡母啊 就带着这个少主就开始打仗 这打到什么时候呢 送景德元年 我们老说景德镇 景德镇是吧 景德元年是1004年 到现在1000多年了 景德元年秋 萧太后呢 与辽圣宗呢 就带着他这个少主啊 就率辽国大军 南下亲征 我们要注意啊 我们今天一说这雄县这地方 连北京是他顶北边了啊 可是对辽国来说 这是南边啊 这是紧南边 那宋真宗呢 就有点惊慌失措啊 就是真宗呢 比较怂啊 他不是 不是他的上两代人啊 他的祖宗们都比他横 都能打仗 到他这儿呢 一般情况下啊 这个几代人过去 后面的人都比前代人怂 这一怂呢 他旁边就有两个大臣呢 就劝他 一个是次相啊 王清作就说呢 咱呢 打不过没关系 打不过咱就溜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咱就溜 溜哪去呢 咱溜金灵 就是今天的南京 那么 陈瑶走呢 他是同知疏密院士啊 这人这主意就更大 说咱呢 往南京跑都进了 咱索性 一股脑咱跑成都去吧 咱跑西南京 咱要跑到成都呢 真就是啊 这个 一了百了 咱就在那儿 做咱的皇上 他选的地方啊 这些人选的地方 都有私心 为什么呢 这金灵呢 是王清作的老家 这个成都呢 是陈瑶走的老家 那么两个人都希望 皇上啊 能答应他们的请求 直接回他们老家 那只要是回到他们老家 他一定是作威作福 这时候只有 我们都知道的扣准 扣老心啊 宰相扣准 坚情北上 亲征 我们当时啊 这个宋朝呢 在南边 所以扣准要求北上亲征 那么这亲征呢 你说这亲征是这意思啊 宰相 帅部队 往前征呢 就跟皇上说 您得跟着 您不跟着不行 你知道 欲驾亲征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 是一个 不能算是一个常态 也是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 皇上一旦出征 那就是为国家 就得把这脑袋 别的裤腰带上 所以在扣准的这个 主张下 皇上尽管满心余虑啊 但是也同意北上亲征 所以就到了 今天的啊 就是蝉州啊 就是现在的濮阳市啊 河南濮阳市 在扣准的反复说服下啊 这皇上呢 就穿上了啊 把自己这龙袍穿上 登上北城门楼 这宋军一看 皇上来了啊 这皇上登上城楼了 这气势大呀 所以大家就三呼万岁啊 皇上呢 就借机啊 就这个意思 以示督战 皇上去了管用不管用 太管用了 千军之将领啊 登上城楼 那所有的将士啊 都拼了 所以呢 就看到了这个 这个城楼上的黄龙旗 想皇上都来了 皇上都不惜自己的性命啊 所以士气呢 就得到了极大的鼓舞 这一仗啊 宋军打赢 皇上去了有好处吧 打赢了 打赢了以后呢 这事就好办啊 打赢这一战啊 双方就有机会坐下来 谈 这个谈叫合议 因为双方都有意愿使战争的一个状态啊 停下来 所以这个谈判相对来说呢 都比较容易 因为长年的这个征战 你想五代十国打了五十多年啊 就是唐诺以后啊 打了五十多年 这个好容易到了这个宋代啊 平定天下 跟辽直接发生冲突 那一打仗大家心里就不安 我们今天升上在一个和平时代 真的不知道和平有多么多么重要 对于战争年代的时候 和平是最重要的 萧太后有一个最著名的战将啊 叫萧达里呢 就是不幸受这个被这个弩机给射死啊 射死以后呢 萧太后就痛哭不已 他未知呢 绰朝五日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话叫放假了 大家就是纪念S 所以这个辽军的士气呢 就打错 你想那边赢了 这边死一战将 然后大家都在那哭丧啊 所以怎么办呢 就只好啊 就是请求和议 当时有战败降辽的旧臣王继忠呢 向宋真宗呢 就密奏 什么意思呢 请求和议 就是咱俩别打了 咱双方能不能坐下来谈 这时候条件就成熟了 因为双方都有心和解啊 你们知道啊 打架 咱们别说战争 俩人打架的时候 都不说话的时候 你们就甭想这打架能停下来 只要双方一开骂 你知道就准备下台阶了 你骂 说你当年怎么着 你当年怎么着 这时候就不太想打了 只要这嘴巴一说对方的弱点的时候 双方就可以和谈了 那么剩下的事 无非就是讨价还价 早些啊 这辽国啊 契丹呢 要求宋朝呢 归还 被周世宗夺走的这个瓦乔关 之南的这个领地 那么真宗呢 这个赵衡啊 贪图 这个安逸啊 生怕失去和议的机会呢 又不愿意啊 割地求和 因为割地啊 在历史上任何朝代 你把地割出去了啊 让给别人 那就遭后人唾嘛 所以就派了一个重臣啊 叫曹利用 他一定是巧舌如簧的人 他是个使臣嘛 他负责去谈判 说你一和的时候 只要不割地啊 咱就讲和 讲和无非 他就是索取百万钱财 咱可以答应他呀 咱拿钱换呢 不能拿土地换和平 咱得拿钱换和平 那曹利用 这使臣出去得问呢 说这钱到底多少呢 皇上就说呢 说如果势不得已的时候 百万都可以 花百万钱都可以 扣准一听就急了 就把曹利用按着叫过去 就说呢 说皇上虽然说了百万啊 可以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超过三十万 我就砍了你的脑袋 说在这个问题上 不跟他伤了 最多三十万块钱 要不咱就打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 契丹呢 求和心切 也不敢师子大开口 这时候已经以 几斤讨价还价 曹利用呢 就把这事谈成了 双方达成了 宋朝每年给契丹 给辽国三十万 这个银捐三十万 曹利用就觉得 自个很光荣地 完成了任务啊 姓冲冲回来就交纸 请见时候呢 皇上正在吃饭 吃饭 适者就问曹利用说 给了契丹多少银两啊 这皇上在里头吃饭呢 曹利用是不能说话啊 皇上吃饭 你瞎嚷嚷惊了架怎么办呢 所以只好弄三个手指头 搁在额头上 表示三十万两 你知道啊 我现在想不出来 这三个手指头 搁头上是怎么搁啊 是这么搁呢 还是这么搁呢 还是这么搁呢 这么搁 现在都是心这么搁 这侍者呢 一看他搁撒手指头呢 以为是三百万两 真宗得之后大惊 说太多了太多了 便马上召见曹利用亲自盘问 曹利用回答说 不是三百万 是三十万啊 皇上一听就高了性了 说才三十万块钱 你很会办事吗 很会办事 然后就中奖曹利用 曹利用实际上是在 这个扣准的严厉要求下 不如使命的 答下了如下何月啊 第一条就是啊 辽宋为兄弟之国 辽圣宋的年幼 称宋真宗为兄啊 因为他十几岁嘛 那么后世呢 仍以士以耻 以耻就是以年龄而论啊 第二条呢 以白沟河为国界 这白沟啊 很有意思啊 白沟为什么贸易发达 跟这会儿有直接关系 双方撤兵啊 辽归还宋的这个 营诺二周啊 这两个位置 我归还给你 以后凡是越界的啊 各种罪犯啊 不得在此平溺 就双方可以遣返 两朝沿这个沿边 城池呢 一切如常 什么意思呢 咱就这样了 画条线 咱俩修好了吗 也不得去筑城墙 你一筑城墙 就是警觉我 防止我边范 对不对 所以就画一条线 咱一切跟平常日子一样过 大家知道 那么白沟河啊 它是唐代以前 就形成了这条河 它是发源于太行山 途经山西 河北张家口保定最后流入白洋店 白洋店的水就是从这来的 当时这个岳飞传里说的 尼玛 杜康王说的就是这位置 第三条呢 是宋呢 每年向辽提供啊 驻军旅支费啊 这个一定要师储有名 有个名目 不能说我每年给你多少钱 没有名目不行 银十万两捐二十万匹 总共是三十万两 至熊州啊 就是今天的河北熊县 交割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熊县最有名的就这事了 第四条 就是双方在边境 设置雀厂 开展互施贸易 这雀厂我们以前讲过啊 什么叫雀厂 就是商场 商场和雀厂是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过去老说商雀嘛 这个问题可以商雀啊 就这个意思 商品的意思 最初的本意是互相商量着 定下一个价格 雀厂也是这个意思 互相商却着定下一个价格 商品是可以商量的 不是说你是进口不开 开口不改啊 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不是 你说你捐多少钱一匹 我可以跟你商量 所以这就叫雀厂 那么实际上在宋太祖时期呢 宋辽之间呢 只有民间的互视贸易 到了太宗真宗时呢 先后设立了机构专门管理 准许在指定地点交易 与战争那肯定就废了 那禅渊之盟签订的第二年 就是1005年 在雄州啊 就是今天的雄县 霸州就是今天的霸县 安肃军就是今天的河北徐水 广信军就徐水 县城往西啊 大概是25里地 是隋城县 在这四个地方 这个设置了交易场所 这是国家设置的啊 称之为河北四雀厂 雨辽进行贸易 那么宋代呢 它输出的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香料啊 明贵产品有西角象牙呀 西角象牙现在可不许交易啊 有茶叶呀 捐薄呀 瓷器呀 七气古敏 就一听就是汉族人 能够生产的这东西 那辽国人以什么呢 他以银钱向他购买 或者出口呢 骆驼呀 马呀 羊啊 皮毛啊 人家打猎啊 有皮毛啊 皮毛在古代很值钱呢 但是宋辽的和平呢 持续了多少 持续了百年 一直到辽亡 你想想啊 辽国将近二百年的寿数 最后这一百年挺安定的 每年有这兄弟啊 给钱 他也懒得往南逼近 到南方呢 往南越走 生活就越不习惯 当时宋朝廷啊 很在乎一个字呀 就叫遂弊还是遂共 遂弊 钱弊的弊 遂共呢 上共 这个遂弊和遂共有明显区别 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遂弊是兄弟之间的事 遂共可是父子之间的事 遂共有屈辱之含义 所以一直强调 我给你钱 叫遂弊是兄弟支持你 我弟弟给哥哥钱 但要是遂共呢 等于儿子给爹钱 所以这个遂共呢 是断然不行的 那么到了洪武七年的时候呢 朱元璋了 那肯定是朱元璋下令了 熊州呢 就降为了熊县 属保定府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呢 熊县就改属保定专区 中间又有一些小的 这个拆分 合并 最后到了1994年呢 熊县呢 跟保定地区呢 就合并 保持到今天这个地位 那么熊县很有意思啊 熊县人 为什么愿意出去做生意呢 熊县由于有这个雀厂这个传统 所以熊县人就特别爱做生意 他什么生意都做 他做什么生意我都不知道 我唯独知道他做一个生意呢 就是捣腾古董 这捣腾古董不是偶然的啊 捣腾生意啊 我们小时候叫投机捣把 还有投机捣把罪呢 那么 文革期间啊 北京 所有的公家的收购古董的地方的 基本上是靠熊县人来送古董 熊县人呢 就有这个 就有这个传统 我怎么知道有这个传统呢 因为我喜欢古董枣 我这特枣就喜欢这事 那时候最初喜欢买的少看的多啊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 你要开始喜欢古董 一定尊重我这个经验啊 就是先看后买 不要急于买 一买就上当 我那时候买还不上当呢 但可能买贵了 那时候北京有好几个收购点 北京收购点呢 基本上都在东城 比如东丹有个位置 这个王副景的八面槽有个位置 我住的地方离王副景八面槽不是太远 骑着自行车大概有个十几二十分钟就到了 那时候都骑自行车 没事呢就蹬着车子 往那边去 这个八面槽的这个收购点呢 这个队伍是往北排的 最远啊 他能排出二里地去 所以他一排队呢 就比较壮观 因为那时候人排队啊 他不是人排队 他人推着自行车排队 这自行车上全是大古董瓶子 都是大个的 这么大个 六十公分 号称三百件 能捆多少呢 我印象中啊 最多的人 这一自行车能捆二十个瓶子 这个捆 捆瓶子是个技术 他把它捆在自行车 全裸捆着 没有包装 然后怎么捆着 捆着 严严实实的 然后这个 骑着车到北京来 排着队准备卖 这瓶子是这样啊 当年收购 那是我亲眼所见 只有国家收购 这个 个人不能收购 个人收购 视为违法 国家收购定价 是公开的 怎么定价呢 瓶子 不论年代 不论大小 小的他不收 他基本都要这大胆瓶 都这么大的 这么粗 六十公分 八块钱一个 还得成对的 单个儿 卖不上钱去 人家不爱要 那么 每天收多少呢 每天一开门 门口准备有人喊 说 今收三百对啊 就嚷嚷 一嚷嚷 你不就听见了吗 那今天 那队排的一眼 看不到头 你 如果赶上第 三百零一对 您就倒霉 您就 在那溜溜的 再排一天 这排这一天 那你就甭管是 冬天 你就忍着寒冷 夏天 你就忍着酷热 忍着蚊子咬 你得再排一天 第二天 你排第一个 你排第一个 你也不多卖钱 不论好坏 只要是完整的 八块钱一只 十六块钱一对 我就去 去看 也不懂 跟着看 就一个一个看 每个都不一样 这东西好看 每个都不一样 你看的时候 你就琢磨 有画画卉的 画这个走兽的 画人物了 画山水的 什么都有 我印象中 最多的就是 那个豆青柚的青花 最多的就是 这种东西 那么 农民把这东西 捆到车上 到那一看 一点 说没错 卸了 卸了 就收了 收完了以后 国家就收购了 国家收购以后 你知这东西 三百多 好多呀 得装一卡车呀 开始装车 你们是没见过 瓷器装车 瓷器装车 和瓷器马放啊 在过去 是真的不当事 不像今天 哎呦 紧着护着 包着 把你们家棉被 都拿出来 包着这瓶子 那时候没这事 我看那瓷器 怎么马放 卸车的时候啊 车上拿一个 这手抠头 这手抠尾 就扔出去了 扔多远呢 我想想啊 扔个十米八米 不敢说 什么七百米的总有 唰就扔出 这边唰一接 地上一放 再一接一放 再一接一放 就是躺着马 马完一层 骑着再马一层 再马一层 就马成墙了 如果一下没接住 啪啦就退了 退了没人心疼 没人心疼 再接着来 咳咳咳 但是我这纳闷呢 我说这打碎了 怎么不心疼啊 人人跟我说一句 说你也不懂 打碎了可能还多卖钱 我当时就不明白这事 我说这打碎了 怎么能多卖钱呢 后来我才发现啊 北京当时卖外国人的商店 叫友谊商店 我们讲过 友谊商店的一层 整个一层 都是卖这个碎瓷片 箱制的首饰盒 用银箱制 打开以后 里头有一镜子 这一盒 上面一块瓷片 这瓷片全是当年摔碎的 所以就拿这个碎瓷片 去相制 这个首饰盒 这首饰盒当年卖的很贵 一个首饰盒 卖个几百块钱 卖老外 老外哪懂啊 哪知道这东西怎么来的 所以卖的很贵 所以打碎了 可能多卖钱 整瓶子有时候还卖不上去 我那时候看到 打碎了的这个瓷片 堆的有多高呢 两层楼那么高 一次在一个院子里 看见三大堆 你自己想啊 瓷片要堆成两层楼那么高 它得有底面积啊 跟山似的 跟窝头撞到山似的 三大堆 全是这么大碎的 那时候这种收购呢 我就跟着看呢 看看看 有时候真看到喜欢了 就跟人商量 说 您这队排着 今儿还不定卖得了 卖不了呢 说能不能 这卖我 那老乡就说 你给多少钱 我说我给十块钱 我比他多给 一说这 多给这两块钱 他立马 掉头就跟我走了 跟我到家 一直到家 卸下来 我当时就 尤其对他们 这杀绳技术啊 什么叫杀绳啊 过去说 这绳啊 你比你胳膊上 弄一个绳 你使劲一勒 杀到肉里去了 就系得紧 这瓷器没弹性啊 你系上它以后啊 你勒紧了它 它只要一颠了 它就松 咱都不会系 人家就会系 系得不紧 咱们都不会送 偶然我发现一个事 就是这所有的自行车 后面都一盘 这盘上都写了两字 熊献 你去吧 你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